教一下大家怎么调这个镜头 这是两张不一样的型号 首先第一步我们显示屏上面是有两根线的 上面这边是鸭头的上面位置 这边是下面的位置 你先检查一下鸭头的位置 看没我们现在鸭头位置是不对的 我们先把它调出来 先把它调出来 这已经照到两个鸭头的边上了 就是这样东西 现在这根鸭头上下位置已经调好了 就是以这两个线为主 就不要动它了 然后随便放一张屏放上去吧 我先拿一个Mate 30 Mate 30刚才应该就调了一下 你先大概放上来 清楚 把这两个mark先给它调出来 左右两边要对位的线路给它调 我们对位就对这两个嘛 不是Mate 30 然后上下的位置玻璃我们要稍微上远 因为我们压的时候是 压到上面的线路 就这里 但其实Mate 30就已经调好了 压头位置是这根线 往外这两个线之间就是压头位置 所以它有一部分是在压头 在那个玻璃卖里面 清晰度的话我们也可以调一下 清晰度的话跟我们的光源有关系 我们光源拿走的时候跟 跟随着照的那个角度 它会有影响到它的清晰度 另外一个就是焦距的问题 我们现在Mate 30就已经调好了 现在换型号 换另外一个型号 这个不知道什么 把它放上去 那线路线路是没有的 对吧 线路我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到的 没关系 大概玻璃兵应该先对齐先 先把它Mate 调出来 这个是旁边腐蚀的 再调出来一边了 再看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也调出来了 先不要着急 还是检查那个压头位置 放下来 因为左右调完以后 这个压头往下走了一点 因为它这个镜头倍数很大 你在左右调的时候 它上下会有点偏差 我们还是把它调到这根线 还是把它调到这根线 现在这个压头就 就算是平了 就平的这根线 还调清晰一点 现在就平到这根线了 然后压头放上去 然后放我们刚才的那根玻璃 我们要对位的位置大概就这里 现在就调好了 现在图像也调出来了 然后我们放玻璃的话 是以压头这条线为准的 我们压头现在玻璃放的位置 是压到从这条线 这条横线开始 就往下到这个地方 就等于这一块是压头的位置 所以刚好压到这个地方 是合适的 就这么简单